基本上就是幾個地方清除 然後清掉之後 第一個就是把剛剛大樂透一樣 輸出之後自動輸出這兩欄 OK 就是這個機率 其實就是輸出公式跟上個禮拜一樣 然後輸出排名 OK 就是這兩個把他公式丟過來而已 然後清除 清除的話就把這兩欄清掉而已 OK 所以輸出然後清除 然後再來格式化 格式化就是把那個小於等於7的 號碼幫我把它底色填成黃色 所以理論上號碼 機率最高的大概是1號 2號 8號 所以歷年來最多的就是1號 8號 然後34號 36號 41號 43號 這幾個號碼機率是最高的 OK 我們重點是擺在這個 Excel的部分跟VBA的部分 不是跟這個熱透彩去算他的那個什麼 哪個名牌很有... 就是哪個可能會開出機率 那個可能比較沒有關係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好像重點就是想要知道說 到底下一期哪些號碼 開出來的機率最大 OK 當然還是可以做一些統計分析 不過不保證一定會重 如果都這麼容易就重的話 那大家就算大樂透就好了 OK 好 那最後把前期名給列出來 大概號碼是這些 一個比較特別1號 2號 8號 有沒有 那不過這個順序是按照先找到... 所以這個的話 前期名這個是用K的方式 也就K等於2 然後找到之後K等於K加1 這個寫法其實跟剛剛那個寫法蠻像的 有沒有 找到就放過來 所以後來的話我們有改了另外一個按照順序 不過以這一題來看 你會發現如果按照順序怎麼改 按照順序的話其實就是 把這個程式有沒有 再增加一個sub 名稱叫按照順序 按順序 然後呢就不需要這個K了 然後也不用K加1了 然後這個K的位置 其實就是我們上個禮拜是什麼 就是把K拿到上面 就是... 因為它的那個位置的話 剛好跟它的名次有沒有 排名有關係 所以如果它第6名的話 它應該放哪裡 1 2 3 4 5 6 所以應該是第7 也就是它的排名加1就可以了 有沒有 所以... 如果找到的排名 所以排名應該是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等於是什麼 Sales I列的C欄 所以這個地方它的排名 然後把它加1就可以了 加1的話的意思是說 我如果第6名 應該是放在第7的位置 有沒有 這個K指的是哪一列的意思 所以把它加1 那就是放在... 應該是放在... 如果它是第6名的話 那應該就放在第7個位置 好 那理論上這個跟上個禮拜一模一樣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不過你會發現執行的結果 就會有同學說 老師 奇怪了 有個問題發生了 什麼問題呢 就是... 這邊為什麼都空的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為什麼沒有第4名 看得出來嗎 原因何在 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排名 排名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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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機率怎麼樣 一樣 所以... Rank.1個的排名是這樣 它如果兩個第三名的話 就沒有第4名 所以... 1...2...3...3... 第5名 所以... 為什麼留下8 因為它先放了2 對不對 再放8 一樣是放在第3個 所以怎麼辦 這個可能要想個辦法 OK 所以我想到的方式這樣 判斷一下 判斷什麼呢 判斷如果這裡面有了 已經放了東西的話 那我就不要給它蓋過去 我就放它的下面一個 OK 所以喔 這邊的話我想出來的方法 就是呢 先判斷 如果它已經有 人家放資料了 那我就放它下面就好了 可是問題喔 我要怎麼寫剛剛的敘述 如果 那個儲存格已經有放資料了 那我就把它放到它的儲存格的下面 怎麼寫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不好 所以這個也是延續上個禮拜 就是 基本上就是 這個一樣嘛 這個 這兩個一組 這兩個一組 那本來這兩個 後來這個是延伸的 按照順序 那現在比較會有問題的 應該也是按照 所以這也是延伸出來的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一下 那 城市嘛 雲端上也有了 各位可以參考 只是說延伸出來的就是 這個地方 因為有兩個第三名 所以它二先放過來之後 會被八給蓋掉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 二放下去之後 不要被八蓋掉的話 那要怎麼辦 OK 就這樣 其實白話意思是說 如果 我那個儲存格 假設已經是有放資料了 那我就再往下一列 也就是說 我二放在這裡之後 那我已經有資料了 我就把八放在下面 這樣就解決了 可是要怎麼寫 這個改成是如何改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 上個禮拜等於有點像複習了 然後再 多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也是剛好同學遇到了 就是剛好會遇到同名的問題 這個機率其實也不太高 可是剛好就遇到了 試試看 好看